哈囉 午安安 切花生的珠珠禮物 切紋身的戳戳禮 午安 嗨嗨 今天很熱 切開阿榮的珠珠禮物 變天了 變熱了 變熱的天 剛剛外面蜂巢超大 是十一的愛的熊抱 大到 現在天氣看起來不好 要變涼了嗎 希望喔 請變涼 快熱死了 我房間現在剛剛30度 空中 切花生的珠珠禮物 切死液的粗粥 你 我想要它再滴一滴 它就沒有辦法 辦不到 現在反而真的揪揪你喔 有是有 還沒有修 我想要把它敲一下 再看有什麼可以放的 不能入鏡 什麼不能入鏡 好像好一點喔 那個太高了 剛剛是用這個 記得放矮 矮了一點 矮了一點 這張上面畫畫 因為我覺得不畫的話 只放那張好像很奇怪 看著看 看著看 有什麼 寫掉了 這個是看不出來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卸到 因為外面太吵了 真的卸了 用那個 磨 磨 磨掉 然後 然後出那個 卸的 現在健身高 剛才不會慢慢 會欸 但是 外面很吵 會很難用嗎 用超久的欸 我記得 那個 禮拜三還是禮拜七 今天是禮拜七 今天是禮拜七 今天是禮拜四 是前天還是昨天 前天 前天弄了五支 然後弄超久 而且他弄了四個小時 還是什麼 一直在磨 因為太厚了 他太厚了 放磨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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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昨天 昨天弄了三支 欸所以我前天弄了七支 但是帶來 沒有因為他放在這裡 我就找了一下 就找到了 找到了那個機器 一直這樣 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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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吧 看起來還行 就是看不出來 他受損 他就是卸完之後 看起來超可怕的 但是 磨一磨 然後 然後 插個護甲 就好了 只是就是好像很薄 變很薄 他的前面已經快變透明狀了 就是很薄 再上保衛喔 上那個護甲 你看看這邊很薄 好吧 眼看不下去 那就是我 卸掉了 卸超久 那個鑽超難卸的 磨了超久 世界久 鐵鋁罐感覺會斷掉 鐵鋁罐喔 那可能要剪短一點 上一層透明 我已經上了 才會這樣亮亮 閃400 閃起來 閃起來 400 KONNCHI WAH KONNCHI WAH 打電話比較清楚嗎 我有稍微剪短一點 是不是還是很長 幸好沒截肢 他怎麼這麼容易截肢啊 摸掉 我有修欸 因為真的 卸掉之後發現超長 超長 然後想說 嗯 怎麼這麼長 然後我就剪了 我的小妞妞那時候是直接到這裡 現在幾米都啾啾喔 就是直接到這裡 怎麼這麼長 然後想說 哇 很長耶 就是上面有眉甲的時候 完全沒有感覺它怎麼長 然後卸完之後才發現超長 超級長的耶 超級長的耶 這個好像比較長 但是 再長 美甲留最久的一次 嗯 應該是喔 我那時候以為就是 可能二月底就會寫掉 結果到三月 快三月底了 我那時候以為我二月底 就差不多要寫的 摸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就是 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你的手會一直這樣震動 因為它那個 膜的機器就是 很強 然後手就一直這樣 這樣會不會很難做 應該是不會啦 專業的 他們會想辦法做的 哈哈 我是那種那種 卸掉馬上重做的嗎 那個就是 所以是代表可以一直做 很難做的 真的 撐很久 真的撐很久 真的撐很久 我是說指甲不會發燙嗎 因為磨的是那個 上面的那個 就是不是磨自己的指甲 所以不會到很 不會到燙啊 如果你覺得很燙的話 那可能磨到自己的指甲 那可能磨到自己的指甲 撐很久對啊 那或者是否就不急 我又不會到那裡 對 才能的 就不想切 那可是我會不會到我們 哪邊的鋪 那邊的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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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想切 那邊的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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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からないです チケット代が高いです チケット代表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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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顆就可以去 換手機背板是牽的上去 對啊 都沒有一種是牽的上去的 沒有牽的上去的筆 現在十一的羊羹 蜜花羊羹 換手機再去 換手機可能就沒錢去了 換了就沒錢 拿油漆餅 你好啊 羊羹聽起來就很難吃 羊羹就不好吃 羊羹就是為此而存在的 生血這樣爆買起來 大家的生血最 最希望可以即時收到 對 嗨嗨五安 十二期零利日 我知道我以前都是分期 對 金花年換然後今年的色扣券給錢 金花口味沒有一種是好吃的 期待二月艾莉絲 要分要分最長的 三十六錢 他這邊只要繳三年了 也太久了吧 哈囉 哈囉 花未來的錢 花未來的錢 信用卡也是花未來的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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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時間 是繳完就要換了 對 三年超多吧 三年超多換 我都不知道那個 那個什麼 我這支用了多久 三六聽起來好遙遠 很遙遠吧 我也煮得很遙遠 三六太久了 十二就滿久了 十二跟音樂就滿久了 放下媽媽的六S 登記六千 還沒輪到 生日會分析更慘 分析更慘 三六四三年這麼久 每個月腳一千不是很美好嗎 運動菌不能贏 可以到 這是我的十一 沒有欸 十三跟十四差在哪 有什麼湯雅的 荷魯絲之夢 可以登記 擦在有沒有粉紅的 有沒有 合照跟生日會 大家需要分期付款 Prot intoler 從�蛻像擦 淁滅�esto 那個Pro啊 今天會開很久嗎 就是日常啊 兩個小時 這在顏色裡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後悔 因為我每次都是買白色 15Pro 15出來了喔 那樣不是日常 那樣我應該覺得128就夠用了 買多的話會分歧吧 你的握手卷有在分歧的嗎 抱歉 不要亂講話 發男生 那樣就知道了 是不知道耶 但是我每次都就是很猶豫 要不要 就是買新 拿到新手機要裝那個 要包膜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想包 但新的還是會 刮到會心痛啊 但我又不想包 嗯 我會包膜嗎 我不會包膜啊 但是新的就會想說要 包一下 但又很不習慣 第一道關很出現就是試海 對啊 因為我現在的也沒有包膜 然後因為現在已經用很久了 所以完全沒有 沒有擦 螢幕貼也不要 我也沒有用螢幕貼 連手機殼都不裝 那很厲害 現在很多人還是會包那個膜 螢幕有沒有水熊 其實螢幕都沒有這麼容易壞掉 保護貼比較難 我連保護貼都沒有耶 就是防刮也沒有 因為找不到那種 就是只是 防刮 防摔就不需要 不妝可 防殼 對阿 裝個殼就無敵 對阿 裝個殼就無敵 雙防盔 就刮花 螢幕了 真的喔 現在還有那種薄薄的螢幕貼嗎 因為每次要去貼它們都只有那種鋼 畫阿 什麼玻璃 什麼 那個很厚的那種 不喜歡 防虧不見 防虧真的是 這是為什麼要防虧阿 貼霧面我也不喜歡霧面 我也不喜歡霧面 我喜歡它亮亮 我喜歡它亮亮 它沒頭幹嗎 做什麼壞事 大家都用手機來做什麼壞事 唱歌用手機就知道了 我上個都是很亮 太帥了就是壞 剛畫玻璃就是很脆弱的東西 帥了就壞,壞了就要還 這樣費錢 怕別人看 我就是很...我就是很亮 這邊有什麼看不看到的 其實沒問題 沒差吧,有沒有聲音 剛畫玻璃很便宜不心疼 怎麼可能不心疼 就算他只要兩百塊 我也覺得很心疼 這個也是塑膠膜 我超愛塑膠膜 因為他不會壞 摔了膜沒壞但手機不壞 對啊,內容很衰耶 塑膠膜不壞 塑膠膜不壞眼熟 水凝膜 玻璃沒破結果一抹臉 好像就有人是這樣子啊 怎麼會塑膠膜 新çu 湯 都變了 封�氣 人一遍 Casey 什麼暗修圖 我已經太久沒有用 所以我沒辦法敢說 還要刷條把一堆螢幕亮度調超級厲害防虧 對啊 防虧是不是很難掃到 還好現在不用 現在都很好掃 角度不對看不到 超麻煩的 不總用防虧就是在搶劫 看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 我一律這麼覺得 反正我還是不用 好可愛喔 大耳狗 誰會沒事去瞄別人手機 那也要角度對才瞄得到啊 你後面沒有人就是看不太到 不想被看到line的對話嗎 line的對話還好吧 要講壞話的時候 你就去廁所的話就好了 沒有什麼好看不看得到的 搭高鐵或捷運就會被砍 那你們這樣 這樣子打 可能怕被看到在玩candy crash 我跟妳講我媽也會玩 很老 很老的遊戲 太近了會親光 超詭異 這遊戲還活著 這遊戲吼很久了 是因為整天在修圖才會被看 我都在捷運上公民正大的修圖 超亮的那種 因為修圖要看那個顏色 所以很亮 基本上那個捷運手扶梯 從旁邊走過去就會看到 我在修圖的 很亮 一直偏投過來 他有興趣是不是 介紹一下 換新手機的話會更亮 看可不可以 打開IG看可不可以被追蹤一下 打開IG然後看會不會被追蹤一下 開那個QR code 然後這樣開開的看有沒有人會少 然後這樣開開的看有沒有人會少 看有沒有人會少 一直開著的 這樣不就被人出來了嗎 這樣不就被人出來了嗎 意圖太明顯 這樣開著 這樣開著 我的手機會先美電 放臉旁邊 還要假裝睡著 要這麼徹底是不是 還要假裝睡著 這樣開著 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一下如果要出門就這樣做 大家幫我這樣做就好 我自己做有點丟臉 你們也很飽是不是 什麼情況才能擺出來 不曉得 射牛應該不換 犯我的應該都不是射牛 推我的應該沒有一個人是射牛 對 對 對 音頭也給你了 音頭也給你了 你 你 喜歡我跟社交的你沒關嗎 沒關啊 只是 是吧 這是事實吧 請問你們誰是射牛 自己出來說 是不是沒有嗎 手機一點會好奇 泛水有限 偶爾射牛可以嗎 不行 一定程度的泛水有限 對吧 透露阿信 我覺得阿信蠻看起來很像射牛 反正丁毛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社交牛逼陣 社團都會覺得射牛的偶像很難接近嗎 會吧 一定會吧 確實 你有害羞內向的音嗎 你射牛 你射牛啊給你個鍵盤 色恐都會說我其實是沒有想要跟本人交朋友而已 不是沒有朋友 不是沒有朋友 是我不願意跟人家交 我只是不跟別人講話而已 該害羞還是要害羞一下 刺邊緣人 不會啊 你們還有數字軍 數字軍 數字軍夥伴 你這樣你們很難做 一群色恐待在一起也不會變成朋友 還真的 要交朋友那部很難跨出去 也沒有別人 大家可以當網友 當網友也好啊 至少有努力想要交朋友 都這樣子 不論其他人會主動來認 對啊 不會見面也不知道本名 眼盲家聖口 真的遇到直接尬房 我知道我知道 你還是不知道對方是什麼 會確認人 對你來說是射女 會確認人 對你來說是射女 呵呵 上座沒看到你 就很瞄名牌 色孔又臉盲的恐怖 這次在陽光陣國素道歉 呵呵 想像一下國素一臉 一臉問號 看著你 蔡公司也不敢瞄名牌 不會啦 第一次都是這樣子 第一次都罵這樣子 第一次就知道你是誰也很可怕 我知道你是誰 你帶他加入群組 國素是不是很兇 國素長得一點都不友善 明虎子還真的一瞬間想說是誰 明明就沒有 那我鬍子比較舒服 為什麼要留鼓掌 等到說話就認出來 劇胖怎麼可能不友善 好 寫下口袋要重新認真 明天刮鬍子不舒服 會嗎 國素鬍子特多 大會場就長出來 去雷車 真的拿下來會認不出來 原來 有時候還會戴頭巾 打扮成阿拉伯人 打扮成阿拉伯人 因為對粉絲不戴口罩的落差 但因為我們現在只有體會到 合照會拿下來而已 這次真的很久才看到沒戴口罩 對啊 很久沒有看到 這麼熱還戴頭巾不會熱死 這是什麼防曬嗎 這是防曬妝 這兩年入坑的粉絲從一開始就是口罩 所以我壓根沒有看過大家的口罩拿下來 甚至有些人 有些人又不像那個 大頭貼友放自己的照片 根本不知道長什麼 原來是這個人的那種感覺 聽到名字 阿拉伯人 今天開到幾點 今天開到 5點 三年未見點 合照會的那個還只有幾秒 我根本不記得 而且我合照會都不會問是誰 所以沒有名牌的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拍完照就結束了 掰掰 大家都放自己最瘦的時候 好 刷一點都刷不夠 你有說初次見嗎 初次見沒有 有點不想帶名牌 不想帶名牌還好 但是有些人 有些人他講他叫什麼的時候 我沒有這個名字 我就完全不知道他叫什麼 IG大頭都詐欺 你們是什麼 你們有擦那個修圖嗎 照片也都很苦 照片實體根本兩個人 要怎麼樣照片實體兩個人 你看 你們是用什麼變臉APP 是不是 貼在袖子的地方 你IG大頭是沒修 靠角度吧 都不正面面的要等 D62的特效 你都直接套那個美妝 美妝 或是那個 直接套美顏 我跟妳講美顏真的是要挑 因為有的真的太強 所以可怕 美妝是一定要的 而且我真的覺得那個 磨皮不需要 請把磨皮灌掉 因為虎虎的看起來很奇怪 明明也放不出來 我就有濾鏡就好 不需要磨皮 太磨就太 很騙 皮膚好才這樣子 那你可以去那個 去那個痘痘就好了 天生皮膚好 我們先打開B62 然後把眉眼間關掉 用這個YOUTH 有濾鏡 然後鏡頭要擦一下 鏡頭要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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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濾鏡就皮膚不會多擦吧 其實有濾鏡就皮膚不會多擦吧 80 挺多就美肌 這個不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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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皮 因為會看起來很糊 就是你的 你的相機會 沒有高清的意義 先 放正臉 先找出你的右邊還是左臉 右臉還是左臉 右臉 右臉的話就 放右邊 放右邊 然後往上一點 臉要 臉要放在這裡 這個 放在中間 臉會比較小 大家 不能 不能 像拍一陣間照一樣 為什麼這麼白啊 跳到 不能有些要往上拍也很醜 這樣很醜 要至少 至少平行 或是往上 當然也不能太往上 太往上很奇怪 然後 要不然你就打開 眉塗手術 我個人是都用眉塗手術 然後就開始套濾鏡啊 濾鏡套上去就好了 再套一層就好了 再套一層 再套一層 清透 清透80 套上去 還是有差了吧 怎麼突然有這個照片 怎麼突然有這個照片 有差了吧 再套一層 你如果要修的話 這裡還有很多 下面 你就推一推啊 推一推 還好吧 不用磨皮就好啦 它濾鏡都有 都有稍微 修過 推推推推 比如說推一下流海的 這個 推一下流海的 這個 這種超級 不必要的 眼睛如果撇一眼就稍微拉一下 拉一下 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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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啊 這樣就可以了吧 嗯 呵呵呵 漂亮眼就放最後一張 漂亮眼就是 能不用就不用 這是用B612就可以了 這是美圖修修 我都先用B612拍照 再用美圖修修 因為 會很暗 比如說 圓圖這樣 這是 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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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愛又修過頭髮 我覺得很可恨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修太多 吃針的就很 那個也不好看 有時候如果長痘痘的話就點一下就好了 但我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就算了 今天沒有痘痘無法示範 今天沒有痘痘無法示範 看起來很不錯 今天沒有痘痘 修好了然後 不順便放一下 應該要找個 嗯 算了 沒有 像 胡道發文的理由 胡道 常常有痘痘的招呼 大家應該是 大家有在拍飯他應該要會修圖吧 我的桌布很可愛 不然發現懂 再說吧 不挑就發IG 不挑就發IG 很可愛 我的桌布 磨得很完美 不會太無憂 很光滑 這樣子 這樣看得很爽 這個 拍得很好 沒有把陰影磨掉 也沒有把打亮磨掉 就是 很剛剛好 剛剛好的感覺 有衣服 這個 這張照片很棒 這張照片很棒 很盪的時期 是 可是我是最近真的網路很差 也不是最近就是 就是網路真的很差 我電腦是接有線的 電腦是接有線的 電腦是接有線的 它是接線的 所以網速算快 現在就是很 很卡 很卡 會不會太大 會不會太會 聽到 會不會太大 有些人 會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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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鍵盤用不得到 用不太到 這個手機的線不連WiFi 好像要升級了 是升級的問題 之後我都常渡減排 放著也是沒幹嗎 我是竟然會連WiFi 因為有時候4G比較滿 所以我就會連WiFi 也許給Wi-Fi吹風扇 我要跟我媽說我想吃鮮水雞 後來還有玩什麼新遊戲嗎?沒有耶 今天有拍軍裝,有拍其他的 沒有,他說這禮拜會上來 他說這禮拜會上來,我先跟他說我想吃 今天不是要出門,是沒出啊 先說嘛,今天才禮拜四,今天還沒有要上 炸雞排,雞排帶上來就不好吃 好無聊,現在很無聊 其他白色禮服那套,希望有全新 白色禮服那套 好喜歡你 約定我的訂單 現在就烤肉吧 烤肉已經吃很多次了 先換個口味 太遠了 我看,我看看,所以讓我把衣服 ¡Honorl 配色喔! 我真的帶你有阿,要別人 我拿有 사건 這個茶好像還沒有 羨慕烤肉可以吃你 烤肉吃你也只是 兩個禮拜一次 只是那種 我覺得烤肉大概一個月吃兩次就差不多了 兩次就剛剛好了 空耳核對時間開始 大概要 歌詞幹嘛 謝法蘭森的告白氣球 因為兩字差別在哪 字差別在哪 太多警示音了吧 看起來是壞掉了 當然是跟唱 為什麼要跟唱 歌詞 歌詞 是不是沒有摳啊 我看大家都不會打摳 打開遊戲的聲音非常的大 它要龍了 它要龍了 有歌詞比較能融入意境裡面 聽到警示音會冒冷汗 聽到警示音會冒冷汗 為什麼會冒冷汗 可以含內置可愛 不管繩索 關的友情都只有我們抓的基母蟲 我現在要確認一下 因為它打不開 因為它還會自己卡路 我現在要看 歌嗎 小聲你覺得蠻吵的 你是不是人家吵啊 為什麼呢 修圖大半天不能存檔 謝謝大家 肚子餓了 肚子餓了 今天還沒有吃東西 大家吃了什麼 突然 突然肚子很餓 中午吃摩斯 中午吃摩斯 好 我的肚子一直在亂講 嗨嗨 好 下次不敢午餐單吃烤鴨了 太餓了吧 太餓了吧 空腹仔 日向的泡麵 冰箱還有能量飲嗎 有能量飲啊 有能量飲啊 真的很熱 真的很熱 我先吃了 要不要先吃個想 想一下 想一下有什麼 哈哈 可以吃嗎 31耶 好像都超人 哇,這是什麼 什麼很生氣的 其實我還是打開了 31是什麼天氣啊 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真的是太熱了 這是那個 TEAM SURPRISE HATSUKOI NO KAGI 渡邊蠻有跟 打起搖箱的 有一點 太熱了 我今天 我是把那個 電風箱搬出來 昨天 太熱了 我今天 我是把那個 電風箱搬出來 昨天 第四個來去罰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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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兩罐還會飽 其實兩罐還會飽 而且我這個是先 先 吃一下那個嘴唇 先見個味 對 我剛剛本來想要開竹舞團 他竟然剛剛不讓我開 我們再 再踹一次 我再踹一次 趁著喝水 對吧 我哪有那麼選啊 是不是分量太少 小品客已經沒有蓋子 沒有蓋子 是什麼意思啊 小品客已經沒有蓋子 沒有蓋子是什麼意思啊 沒有蓋子 沒有蓋子 有擦那個蓋子嗎 沒有蓋子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嗎 真的好吃啊 有一款口味蠻難吃的 我記得它有很多口味 我覺得最好吃就是 這個跟 綠色 其他多 其他多 高機率很難吃 不要亂買其他口味 不然你拿別人 那我記得我上次吃的那個什麼 芥末 是不是芥末還是海苔 忘記了 綠色的 那蠻蠻可口 不懂為什麼買這個口味 我記得它有很多口味 咖哩 好像吃過咖哩喔 我剛剛吃的是什麼 綠色的嗎 藍色 看可以是我媽買了 我媽買的什麼口味啊 我記得好像是幹嘛買一送一 然後我媽就買很難吃這樣 現在我茶的口味看起來都蠻正常的 現在我茶的口味看起來都蠻正常的 會不會太多喝 因為我再喝一口 或者是不要太喝 也不會太喝了 Burby Choo 應該也不是 真的是蠻奇怪的空位 這是什麼?是不是什麼旗艦限定啊?為什麼找不到 這是什麼顏色 這是粉再一次 真的喔? 吃不出來 有九層茶的口味 日式漢堡牌你記得是這個口味嗎? 日式漢堡牌 是不是這個 東京咖哩風味 忘記了 是嗎? 我記得是吃過一個很奇怪的 口感有差 真的假的 不都是 粉乾嗎? 是不是好像是欸 我記得 很沒有咖哩的味道 他說東京零店咖哩 是嗎?不是嗎? 剛剛是不是說什麼 漢堡牌嗎? 沒有我沒有說到漢堡牌 泡沙是淺色 這個嗎?不是 不是這個 那是誰吃?你以為是鹹漢堡牌 應該不是我吃的吧 我記得我沒有吃這個欸 它寫 它寫 Hawaii 日式漢堡牌 口味一樣 我記得我不是吃這個 它在直播吃頂客之間 為何 那種法式啊 但我不會去買 其他很怪的口味 但是很怪的是我媽買的 不是我買的 它在直播吃頂客 你茶的藍色是披薩口味 而且是不是這樣那個啊 你有記得我好像吃過咖哩口味 我記得我好像吃過咖哩口味 吃頂客算是客氣 就怕我吃太好吃的東西給你們看 咖哩感覺很難難吃 我忘記了為什麼難 為什麼覺得難吃 反正我記得好像蠻難吃的 因為我好像有點印象 其他就蠻 以前都在吃火鍋子 但是在宜蘭的時候才比較多這種有的沒的好不好 我好像來台北之後就沒有這麼尷尬 男生的披薩口味我說難吃喔 真的喔 披薩口味會難吃喔 它現在也是在你們面前烤破肉 因為有那個大儀贊助 所以才有那個烤肉 可是還有醬汁燒 我吃過嗎 醬汁燒 真的假的 我們到家裡也吃了 叫做火鍋子 那時候就吃了 你們應該也吃了就好 但是...我們不知道欸 那麽可能先作個.... 拔麽 很容易 爽了 我選擇 摩托麽 我們已經有一個不來 好酷耶,有很多奇怪的口味 一下塑膝好像好酷 蛋糕汁又有鹹的感覺 這也是直播的時候吃比較好 平常沒有吃這麼好 你們昨天午餐只喝木瓜牛奶 木瓜牛奶也很貴 現在只有水餃跟 綠茶 紅茶綠茶 還有 牛奶 牛奶喝完了 還沒有補過 我是不是可以買大罐 它那個飽盤應該不是我吃的吧 不完蛋嗎 晚餐小塊是Sukia 我最常吃的應該就是Sukia了 我吃的 我吃的 這樣可能會壞掉吧,喝不完 我灌一下牛奶就可以 解決這樣 糖意外的吃很快 我覺得是那個軟糖 因為腦越覺得那個軟糖很好吃 就是我打開我就會把它吃完 買大罐就是要喝多一點 對啊 買大罐就是要喝多一點 軟糖就軟糖 我比較好奇它有沒有發完 因為它真的買超多 飲料都好像喝好幾天 對啊 我這個娘就是 咖哩 所以我說的是咖哩吧 這個紋色搓搓你 會先變得沒什麼味道 我不知道 但感覺應該 依我的習慣 依我的習慣 我應該喝過過期的牛奶 可是我沒有感覺 綠色的是不是該 綠色了 怎麼變成綠色 我剛剛看它的包裝不是綠色 味道還算正常 我吃鐵味 我吃鐵味 我的鐵味偶爾會是脹氣而已 以外它都蠻靠譜 我吃鐵味 我就說我沒辦法判斷食物的 好壞啊 我真的沒辦法判斷 有的那種綠茶 一天然後下午它就說 味道變了 那我放三天我都覺得它喝起來一樣 這不是味覺 味吃 可是味覺有問題 這個喝起來怪怪的 有嗎 這樣 一樣就是可以喝的 這只要常溫放半天會酸 所以要常常放隔天就會變得不好喝 那種期間都是參考用 對啊 不是就是說 餵開封可以 可以 放多就對了 可是開封還是放很久 鐵味可以吃麻糬 為什麼 為什麼鐵味可以吃麻糬 想了一下都放超多一點 沒有我昨天前天 大前天喝了一罐紅茶 就是還好吧 三天還行吧 三天以內喝完 還行啊 雖然我沒有拿是冰 雖然最近有點熱 但是我昨天把它喝完了 好喝 這是什麼 你不覺得它的保熱品很厚 看起來比較安全 熟成綠茶 是好喝嗎 我喜歡紅茶的 我覺得紅茶有一種 果香味 綠茶是最後一關 我想說先喝掉綠茶 那前幾天那個 它是特加所以就賣了 這悶在裡面感覺很悶湯 裡面有很多醜醜 這樣子 打開會不會有奇怪的氣味好不好 就 茶的味道啊 重點是我的 那 大家都說我對嘴喝 對嘴喝喝三天 在我的 字典裡面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以前都這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前怎麼活下來的 那個暑假的 暑假時期 因為暑假真的超熱 暑假啊真的是 房間超熱 就是那種34這種溫度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 運動飲料也是 放三天 放三天 常溫這樣 然後慢慢喝 沒有吃沒有吃 其他人也有嗎 什麼其他人也有 我覺得 我覺得 在我的腦海裡 只要他沒有直射太陽 都是可以的 算是真的是要 這麼活 欸我以前在宜蘭的時候 因為真的是睡醒的時候 就是真的 中午會 大概十點會熱醒 然後熱醒 然後就是三十幾度三十幾度 然後就 看著我可以撐 如果可以撐我就開電話簽要撐 然後很熱 很熱的話我就會去廁所 然後用那個水 這樣 然後這樣擦 擦全身 然後再出來吹電話簽 然後就會再涼一點 然後到後面 真的還是很熱的時候 我就會躺在地板上睡覺 我就會躺在地板上睡覺 先黏那個牆壁 先黏在牆壁 就會整個很像壁壺 就是黏在牆壁上 然後 發現很熱的時候 我就會躺在地上睡覺 而且會噴那個 噴 用那種水 然後噴在身上 然後躺在 躺在地上 然後吹那個電風扇 嗯 不會感冒是其實 是還好吧 夏天這麼熱還會感冒嗎 我夏天都不吹頭髮 以前啊 現在可能還是要吹以前 身體強壯是怎麼練來 我覺得是 練來的 我覺得身體強壯是練來的 因為以前 我不是跟你們說 我夏天都洗冷水澡 就是 超冷 就是雖然很熱 但是 你知道沖冷水還是會冷 所以 夏天都沖冷水澡 然後不吹頭髮 吹電風扇 那 大家都說那個 不吹頭髮 吹電風扇 會頭痛 會 會 會頭痛 哈哈 你的腸部力道下 我就是 糖 老人家的養生方式 其實我覺得很熱的時候 我就會噴水 噴水 噴水要吹電風扇 他竟然沒有推頭髮 真的 根本也還 我以前就是 我是啊 畢竟槍下來 對不對 還是有在省那個開冷氣的時間 感覺都市人就是 開就對了 我以前就是 我以前就是 他真的眼神變成偶像 對啊 我以前真的是 很黑黑黑黑 我媽都說你 就是 有沒有洗澡 這樣 很黑的 我以前就是 黑到一個 很像木炭 黑炭 國小國中的 真的是很黑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曬的 超級 超級黑 真的 超級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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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體力 我國小的時候 就是一直在 外面啊 我國小的時候 完全不是那種 讀書的料 就是 我不是讀書的料 我就是 單純的體能蠻好的 然後就會被抓去 這邊湊一湊 那邊湊一湊 所以我以前就是 沒辦法待在教室 就是會一直被人家抓出去 外面 然後要去外面 外面跑來跑去這樣子 我以前 我以前都沒辦法 好好的坐在教室 我從大概國中開始 我才可以享受 那個 下課的時候 坐在教室裡面 然後 高中的時候也是 坐在教室 我國小就是一直被抓去 下課就會被抓去 大家不要去那個 遊樂場 玩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還要 跑過一整個操場 才會到那個遊樂場 就是有夠遠的 而且是那個 十分鐘 然後 鐘響之後 還要從那邊跑回來 教室 很累很累 超級遠 跑回來大概就兩分鐘 超級遠 充實陽光的學校生活 對啊 超級遠 而且 算了 因為一二年級的時候 我是在一樓 三四年級的時候 好像在三樓 然後 五六年級的時候 也在一樓 就是還好 我 基本上都在一樓 但是 後來那個三四年級 在三樓 就不會想要下樓 然後去那個 操場對面的 那個 玩 那我怎麼後來變成社孔 社孔 也還好啦 就是 就是國中就 就老了 就不想跑了 沒有國中 因為國中是體育科很超 所以就不會想要 去運動你知道嗎 但是國小就是 大家會一直去 出去玩 這樣子 出去那個 下課會一直跑出去玩 然後 高中就單純是 沒有朋友 高中就沒有朋友 還沒有國中的朋友 都不在那個高中 那毒蛇 怎樣養成 毒蛇 就是 國中還高中 高中養成 國小體育太好 對啊 國小體育太好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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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什麼都玩過 那個什麼 單槓什麼的 能怎麼玩都玩過了 然後 然後就是 通常 國小不是會有什麼 半天的課嗎 然後就是那種 半天的課 然後我還要去打 樂樂棒球 我就不懂我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國小很充實 我國小非常的充實 就是 放學還要去打棒球 午休也在打棒球 能夠媽媽媽的家庭不多 斜槓運動員 樂棒球不會也是支援嗎 樂樂棒球我忘記是為什麼 為何 有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那個原油是怎麼來的 但是 我記得某天 某天 我記得我本來在寫書法 我記得我本來在寫書法 然後 教書法的那個老師 剛好是教樂樂棒球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寫書法 寫到一半 我就去打樂樂棒球 就是那個 順序我不懂 為什麼 就是 就被 抓去 打樂樂棒球 忘記了 忘記自己為什麼參加 我不記得啊 我就記得我在 我在寫書法 寫到一半 然後 我就沒有在寫書法了 那個社團 可能就消失了 是嗎 我覺得應該是 那個社團後來消失了 然後就被 併去樂樂棒球 應該是這種 應該是這個問題吧 被併過去了 所以 就去打樂樂棒球 然後就是每個午休 每個午休就一直在打棒球 大家都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打棒球 很熱耶 很熱耶 放學的時候也是在打棒球 三四年級 三四年級是打棒球 熱樂棒球 然後五六年級是去打獨立球 可是小學都很不喜歡睡午覺 對啊 當我記得六年級的時候 已經要畢業了嘛 所以就是大家都沒在睡午覺 也沒人在管 很有原因啊 很有原因啊 因為我一直在外面曬太陽 中午的時候 就是太陽最大的時候 就是在外面曬太陽 然後放學也是在外面 就基本上 像我在學校的時間 除了上課時間以外 我全部都在互玩 就是很熱 然後一直塞一直塞 然後 反正就是要幹嘛 我就是會被抓去 那種運動會也是莫名其妙 還要去跑 拜你 拜你 我就明明就沒有跑得說特別快 但是 就是會被抓去 嗯 進不下來的寫書法 這邊就好了 但我算進得下來的人啊 一百位子 我完全不記得 完全不記得 但我以前熱熱棒球是 是幹嘛的啊 我是那個 外野 超遠的那種 在外野 然後 沒什麼事情做 頂多有那種 就是 就是很高 高飛球 那種 很 拋物線的時候 才會 才有事做 基本上其他時間就是這樣 然後 那球如果來我再去撿這樣 就是 站在遠處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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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 偶爾去 打個幾球 偶爾打個幾球 這樣 球都飛不到外野嗎 飛得到是飛得到 只是看是飛去哪裡啊 其他時間都在曬太陽 對 其他時間都在曬太陽 然後在等 等待這樣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位置 我就只是 我可能去湊人數的 我可能去湊人數的吧 但是我傳球很遠 所以可能才在外野吧 因為 丟到球要傳很遠啊 所以我的功勞就只是在傳球這件事情 接球 沒有太期望我 所以我不會站在那個壘上接球 因為我很容易接不到球 所以 我只是負責傳那個很遠的球 以外我沒有什麼功用 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是會從我的手中滑出去 所以我沒有辦法站在那個壘上 抓球 因為 一定要傳很快 然後轉很快的球 我接不到 所以我只能這樣 然後等那個上面 或是等那個滾過來的球 然後 然後 丟這樣子 我是 傳球 準 然後很快 然後很遠 所以 才在外野 但是 我不能在壘上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接不到那個很快的球 因為我覺得很可怕 我覺得很可怕 然後 然後 它是說要收 收 收 你有拿手套嗎 戴手套嗎 我記得熱熱棒球是不是沒有在戴手套 我記得好像沒有印象 有那個手套 熱熱棒球有在戴手套的嗎 我沒有什麼印象 沒有什麼印象 就是 它說要有一個 後座力 然後把它收 收握 接住那個球 但是我就是 它會這樣 啪啪 然後就會這樣彈出去 然後我就想說 我有摸到它 我有摸到它 但是它會不會不見 就是 我有摸到它 但是因為很快 所以它會這樣這樣 然後彈出去 然後我就一直沒辦法get到 要怎麼接到那種球 所以 我不會在那種 那種壘上 因為壘上 基本上不能漏接嘛 就是 所以我才在那種很遠的地方 我在外面跑 在外面跑 在外面跑 然後 撿球而已啊 其他都還好 然後 打球也算擅長 然後 丟球算擅長 我就是不會那個接球 跑就是 中規中 對啊 我就是我的手 沒辦法 不會 我的手就是不會接球 就是那種 很 力到很強的球 我永遠接不到 就是它會這樣彈出去 所以我後來 不是那個躲避球 我也是 我死都不會去碰那個球 因為 因為練習的時候 基本上幾乎每次 它都是會從這邊 然後彈出去 然後就 所以我學會了 我就是不要去接那個球 因為我就是接不到 我的手就是接不到那個球 不知道為什麼 是哪裡有問題 還是我流手汗 就是接不到那個球 並不是說 多了 每一年 可以 慢慢生成要 選擇 選擇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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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容易吃了嗎 會想只用手機 我不知道耶 反正我好像躲避球沒有在幹嘛 就是我應該也是去湊人數 反正我們隊裡面就有一個超級無敵強的女生 基本上我們就是整隊靠她這樣子 其他人基本上只是跟著她在跑這樣子 沒有人在沒有人在幹嘛 都佔外圈 我忘記了耶 都有佔過 而且那個時候那個還很專業那個還要帶護膝 我是想說要這麼認真的 很認真的躲避球 就是為了她什麼的 對啊 我就說那個 那個原油就是因為 三四年級那個女生轉進來我們學校 我們為了她 我們弄了一個躲避球隊耶 就是為了她 還要去打躲避球 超級莫名其妙的 嗯 褲子會被磨到破 嗯 嗯 我們一球比賽的影片 我剛剛跟你們講說玩的差好多 我沒有在看比賽 下長歪耶 不知道耶 好堅韌的友情 超級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體育課都會打躲避球 然後那個躲避球都超可怕 因為他們實在是 那個球術不像小學生 那個就是很可怕 那邊能不及到她 對她說的 是 在那裡 我現在看過多了 我現在看過多了 我的心想在這裡 我現在看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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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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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臉還是像小學生 小學生的球數應該要怎麼樣 是這樣 也不是說就是 我覺得 小學生應該都要是那種不會打 躲避球的那種 不會 不會 那種丟法 因為 怎麼說 很多人丟球都是 用一種很神奇的丟法 然後那個球都會看起來弱弱的 所以 用那種很就是 很正確的姿勢丟那個球的速度就會特別的快 我想說為什麼每個人都 都 每個人丟的那個球的力道都非常的強 我想像中的 應該國小要是那種 不太會 那種就是應該是這種 欸 這麼小小的 然後那個球就是這樣 球球球 那個球都是這樣 很可怕 那打到就很可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會最熱的那種 嘿 然後根本沒有到的那種 還是我 就是 就是我們學校就是比較 有在練 有點拋物性的那種 對啊 就像秋平函丟棒球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那種 的那個球會這樣 會會這樣落下來的那種感覺 嗯 謝謝特劇的一顆星 那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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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球 用推的跟這樣甩出去的那種 那甩出去的那種 那甩出去的那種就是很可怕 謝謝冠委的 就是你喔 就是 不會運動的人 基本上他的球 就是會比較 嘿 就是推出去的那種 這樣有 很有那種 就是怎麼看他就可能 蠻擅長運動的人 他基本上就是 不用講他就是 就是 身體的反應就是那樣子丟 那有的人就是 你要教他他還知道 要這樣子丟 就是 我的分辨就是 有的是他天生看起來就是很 擅長運動 就是你 隨便叫他丟他 隨便丟他的姿勢 看起來就是 會運動的人 那 不會運動的人 就是看 他怎麼丟他就是 看起來很 用了一種很神奇的方法 丟出去 嗯 畢竟那個 狗小還是有 那種 不會運動的人 就是 你才會發現那個 傳球跟 所有的東西都會有點 不太 不太一樣 就是我會覺得 理所當然就是這個球 就是要這樣丟 但是 就是會用一種 我沒有辦法想像 為什麼會這樣子丟的 那種感覺 怎麼會從那裡 怎麼會從那裡 的感覺 對 我的人好像不一定會運動 對啊 不一定 可以嗎 對 你以為 他很會 會不會運動 他很會 不會運動 可以運動 他很會運動 他很會運動 中間 他很會運動 然後這樣子丟 有的人他就會這樣 這樣子丟 然後就會覺得為什麼 然後因為還是要教 因為如果是體育課的話 他傳不到就是我就是要去撿 所以就是我會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丟不準 就是會很 懊惱 為什麼丟不準的那種感覺 他怎麼丟就是會往那邊去 然後往那邊去 然後就要一直去撿球 可是他根本就丟不到 所以我就要 就是因為我們以前可能是 國小的那種操場 然後半就是這種 這邊 這邊到這邊 然後從這邊要丟到這邊 這邊丟到這邊 然後兩個人 然後這邊丟到這邊 然後 基本上我是丟得到 但是那邊就是永遠丟不到 然後我就會 我叫他一直去撿球 我叫他一直去撿球 謝謝佳俊的JuJuO 叫他自己去對牆壁丟 對 可是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樂樂棒球太輕 所以丟不遠 因為棒球這種 就很容易就是丟滿圓 雖然可能會不小心受傷 那種 因為棒球是真的 因為他很輕 所以 基本上用推的他絕對不可能 丟出去 所以 是不是心裡開始罵他 我沒有罵他 當然我就是 我就是很問號 為什麼丟不出去 但我覺得樂樂棒很棒 就是很 不會 不太會受傷 被打到也不太會受傷 因為他的球就是軟的 不太會受傷 今天的第十名是蛋黃哥 謝謝蛋黃哥 謝謝蛋黃哥 第八名是丁卯跟家俊 謝謝 謝謝丁卯跟家俊 第十九八七 第七名是安榮 謝謝安榮 感謝 第六名是冠偉 謝謝冠偉 嗨嗨 第五名是文森 謝謝文森 謝謝文森 感謝文森 第四名是花生 謝謝花生 第三名是法蘭森 謝謝法蘭森 第二名是吉米洲 謝謝吉米洲 謝謝吉米洲 第一名是十一 謝謝十一 感謝各位 謝謝大家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兩道大 好辛苦了大家 下次見了 拜拜啦 下禮拜見